就是我做完的这些程式措施都贴到这边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复制贴 如果我建议贴完之后请你把它删掉 重新再打过一遍 会比较OK 毕竟的话 如果这种东西真的就是你做过就是你的 但如果你是贴别人的 就永远是别人的 建议就是说 另外就是除了用我的方式之外 也许可以再想想看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也许可以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更有效率的处理 这大家想想看 我只是提供给各位一个 可能是比较恰当的一个 算参考答案 如果你有更好的答案 你可以试试看 刚刚讲到这三除列 资料剖析 剖析的话我上面都有注解 所以我也建议各位 以后写完程式还是要加一些注解 为什么 因为将来你回头看会比较清楚 或者甚至你们假设是一个teamwork的话 很多人一起 别人也会比较轻松 不然如果你写完之后 你就不加注解 给别人要交接的时候 别人就头痛了 对不对 你这到底是写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加一些注解的话 自己回头看也会清楚 最后的话请你告诉我说 这所有资料里面 1到49号 请问哪一个几率最高 既然你有全部历年来的资料 那我就可以看出说 哪一个几率是多少 那我几率这边是用万分之多少 一万分之 像那个1号是210 1万次它出现216次 这样蛮清楚的 排名哪一个 最后的话帮我把前七个号码帮我调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8号 124 6 多一个 多一个号码 那这个地方 你有重复的吗 OK 可能又多一个号码 那最后的话呢 把前七个号码列出来 那本来我前七个号码列出来之后 同学又马上问说 老师可不可以按照那个排名第一 排到第七 OK 当然可以啦 你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法 如果你不会写程式的话 那你就只能怎么样 这图法令 就整图法令 图法令 当然这个不是图法令 这在写程式出来的 不然的话 每天你都要图法令 那不是很浪费时间 所以首先的话 我们大概看一下 几率怎么算 所以我刚刚第一个 先把前面的大热透资料 已经全部下载 总共的话 看得到应该是 1592吧 扣掉1591 等于是这里面的资料 然后分别 特别号到1到6号 第二个的话我就增加一个那个统计资料 统计什么呢 所以首先我这边加个栏 叫号码 然后呢 Ctrl 键按住向下拉 拉到49号 接下来的话 我如果要统计它的那个几率的话 其实这边应该 好像用那个内建的函数比较快 因为那个 Excel里面就有两个函数可以解决这部分 第一个叫Count If 第二个叫Counts OK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当然 我先把这边的那个格式也清除掉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刚刚的动作的话 第一个 我可以插入函数 用统计里面的两个函数 第一个叫Count If 这Count If还蛮好用的 可能VBA里面没有这个函数 VBA 那如果说你以后要用 干脆直接用Excel里面这个函数就好了 那Excel的函数跟VBA里面的函数 它不一样 两边是分开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 假如我觉得最好的方案是说 你VBA有100多个函数 Excel里面有250几个函数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 VBA里面干脆直接还可以调用 Excel里面的函数帮你做事情 是最好的 OK 那这边的话 我们大概会用到两个函数 第一个是Count If 第二个的话会用到Count 那顾名思义 Count If是算那个范围里面 出现哪一个号码的次数 帮我算一下 Count If 其实顾名思义 Count就算 If是如果 如果是1号的话 那是几次 所以我第一个可以用Count If 然后做什么呢 Range 跟他讲说在大乐透这边 从B2到向右向下 所以B2点一下Count If 向右向下 这个范围里面告诉我说 它的1号出现机率是多少 M1号 241次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范围过来就是一个阵列 它把资料带过来 再来等一下我需要向下填满 因为我要算1到49号其他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范围按F4 其实这个地方当然只要锁列就好了 其实理论上应该只要锁那个2跟1594就好了 因为向下拉不用锁篮 按确定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算完了 但是问题这个是次数 如果我要几率的话 还要怎么样 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 全部的号码 那全部有几个号码 你可以怎么样 用什么 用抗车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除以 把前面的公式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之后的话 把抗车衣服改成抗车 然后呢 逗点2把它拿掉就好了 意思就是说 帮我算一下 那个什么呢 大乐透资料这个范围里面 有几个数字 抗车是算数字 里面有几个数字 那算完之后 全部的数字 除以那个 它一号中奖的 那个号码次数 这样子的话呢 算完之后 它就会是什么 它会几率嘛 那几率之后的话 接下来怎么样 那我就可以 再把它变成 如果我今天要是 万分之多少的话 万分之多少 应该知道 万分之两百一十六 那你可以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格式里面的话 找到数值 所以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分数 有没有 多少分之多少 其中有没有万分之多少 好像没有 只有百分之多少 怎么办 没关系 用这个来改 改怎么改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选它 自定有没有 它只有百分之多少 但是没有万分之多少 怎么办 没关系 你在补什么 补两个零不就好了 OK 特别是以后如果没有 记得自己改就好了 因为在Excel里面提供那个 自行修改功能 所以有些格式不存在 没有关系 你可以修改 另外的话 如果那个格式是好几个 你可以记得它的那个公式 再把它拼拼凑凑 就可以凑出你要那个格式 OK 特别是好 每一个 如果不知道 你可以去凑一下 然后呢 把它按确定 这样就OK 向下填满 再来排名部分的话 就用Rank eq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你就插乱函数 统计类里面Rank eq 它在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也要锁起来 F4 里面排第几名 这个时候呢 就算出它的排名 最后比较难的是这个 前七名是谁 前七名 八号 所以理论上应该八号放过来 应该是二号放过来 然后 所以呢 当然最好是什么 看里面有内建函数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范围里面前七个 有没有办法 不过基本上是 这个范围里面的 指的不是 这个要抓这个号码 而不是把这个拿过来 不是哦 是这个 如果条件在这里 但是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把这边的资料 帮我搬到这边来 所以变成说 这个把二号搬过来 这个把八号搬过来 那当然内建函数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也是有我印象中 好像没有个函数 可以办到 办到这个 这个效果 所以哦 如果办不到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要写一个VBA了 OK 写VBA 要怎么样刚好 可以符合这样的功能 VBA哦 那我大概提示一下 第一个 我们一样怎么样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如果它这边的排名 是小于八 一到七 小于八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的 同样一列的 A栏的资料 比如这个找到 帮我放到 第一栏的 第二列开始 那第二列放过来一个之后 要再往下 所以要把 这个值要加一 让它继续往下 答案就出来了 OK哦 如果这个写法 其实还蛮常见的哦 所以如果你会这个方法 以后你要把报表建立的话 就变简单 因为报表其实就是 在很多资料里面 找出你要的资料 放在另外的范围去 OK 所以大概可以这样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几个 第一个请各位增加四个栏位 第二个的话呢 就分别 把这个先建立好了 后面先还给各位 最后这个部分 就把前七名的资料 帮我 复制一份 到 那个前七名 这个栏位 底下 所以我要能够 很快看到 这个地方当然 就不是要你 涂法链钢 否则的话 你用涂法链钢 建立报表 可能你永远都有 做不完的事情 就是不是 尽量不要用你的眼睛 去判断 而是要让 那个Excel 自动帮你产生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想想看 哦